第393章 两边使力 老师和麻省是郑家雇的长工 有三个儿子也都在郑家干活 菊花迟疑地问道 哥 这个马家人可靠吗 青木点头道 放心好了 以前呀都是认识的 也是清北村人 不信你问留黑子大叔 他们都是老实本分的 不过因为家里儿孙一大堆 田地又少 一下子被那狗官给折腾垮了 葡萄在一旁扯扯菊花的衣镜 待她低头 小声对她说道 马叔是好人 他家妞妞跟我一般的 我听说他爹娘 也想卖了她嘞 送到集上也没人买 妞妞又哭 才又带回来嘞 菊花点头 又疑惑地问道 那他家又是为啥要卖闺女嘞 家里有人生病欠着债 葡萄摇头道 没人生病 是是欠了印子钱 马叔交不上税 被人哄去借了印子钱 后来 后来越欠越多 卖了田地也不够 全家人都在外找活干 也没吃的 在山上找野食 后来 秋天捡巷子果也糊弄了一阵 为这还跟村人打架 说是 说是他们捡太多了 菊花叹了口气 不过想想 娘家这一大家子人 两个孕妇 还是狠狠心肠 对青木道 最好能跟马家 签了卖生器 将马叔马婶 和他们的小闺女都买下来 一来 能让他们 有些银子周转应急 二来 自家也能安心用他们 有些事情 考虑周全些没错 就是亲兄弟 还要明算账嘞 马叔马婶就不说了 想来 他们是无所谓的 至于他们小闺女 到出嫁的时候 再把卖生器 还给他们就是了 青木点头道 嗯 也好 其实 他们有问过我 要不要买他家丫头 那会儿呀 咱还没买那么多地 想着家里事也不多 就没硬撑 如今要是 连两个老的都买 他们只有高兴的 咱又不是那刻薄的人家 于是 菊花放下心 见汪氏已经煎了 一小吻酸笋端上桌 忙问杨氏 除了想吃酸的 还想吃啥 又对刘云兰道 如今我闲着 正好能多仗意你们两个 刘云兰笑道 我都第二胎了 没那么娇气 比不得婆婆 年纪大一些要当心 娘 你就好好养着 甭想那些有的没的 白气坏了身子不划算 那孙家再折腾 也挡不住咱家发达 旁都不说 就娘这般年纪了 再生一胎 不管是男是女 都让人演气 有本事 让那婆娘也生一个瞧瞧 菊花对刘云兰 竖起了大拇指 夸她说得好 正常和嘴角 沾了一粒米饭 板脸道 就是这个话 娃她娘 你可不能再生气了 你要是气出个好歹来 那孙家的婆娘 还不乐死了 咱们呀 好好养着 生个胖小子出来 气死怕 汪氏也跟着父和劝解 杨氏喝了口汤 沉着的说道 我不生气了 可是跟菊花说的 这是咱家要发达了 说起来 咱们两家也没大仇 咋弄成这样嘞 我想来想去呀 觉得她就是 见咱日子越来越好 她当年 不想把柳儿嫁亲我 还笑话咱家穷 如今这样 可不是打脸 所以呀 她心里生气 总想把咱 踩下来才痛快 菊花不妨 她说出话来 怕刘云兰误会 忙道 娘 说那话干啥 她嫌弃咱家穷 哥哥也没想去高攀 是她自个多心罢了 杨氏也醒悟过来 丢了云兰道 我可没打她闺女主演 是那婆娘自己心斩 刘云兰微笑道 娘 咱不理她 她再折腾也就那样 青木飞快地吃着饭 一边问菊花道 花子出去了 菊花点头道 嗯 早就出去了 青木点头 三口两口吃完饭 又接过葡萄地来的茶水 喝了几口 竖了口 才郑重地对杨氏道 娘 你好声歇着 儿子呀 定要为你出了这口气 叫他们打算落空 来寿这书 不但要念 还不能出银子 当我郑家 真是那么好欺负的嘛 既然有些人不识好歹 往后呀 走着瞧 再不要有事来求着咱们 菊花点头道 嗯 先把来寿这事解决了 他要是知眼色的 不出声 一切还好说 要是再敢在村里 搓三倒四 或者拦咱们田里的水路 碰见了狠狠的叫声一顿 这回不要留手 打到他怕为止 有的时候 庄稼汉子没啥道理可讲 凭的就是一股子 打架的蛮横劲 要不然的话 为何那兄弟多的人家 一般没人敢欺负嘞 在这里 族亲真的很重要 郑长河对擦大巴掌 气势高昂的说道 哼 孙金山 这龟孙子 好了伤疤忘了痛 他这么喜欢这事 咱们呀 就跟他打一场 杨氏点头道 娘不气 你们晚上出门呀 小心点 我们等你家来 清末点头 转身出去了 李长亮家 怀子跟李长亮 对面坐着 板着脸道 长亮哥 你甭跟我说 那些感谢的话 柳儿能捡回一条命 那是他自个儿又福气 实来运转了 还有就是 秦大夫的功劳 我跟菊花 可从没在外边说过 救了柳儿命这样的话 有人心窄嘴臭 倒足乱说 可不敢我们啥事 我只问你一句 平往常 郑家为村里人做的事 值不值得 让娘家侄儿 来村里学堂念书 何况 这还是经过了 周夫子考试过的 都念了半年了 李长亮本着脸 满心苦涩 他从没觉得 这么气短过 怀子紧紧着他 又道 我记你是个汉子 就像当初在我家门口 就敢把那些 不讲理的人 骂个狗血临头 形势也从不管那些弯弯绕 我再问你一句 你还是那个李长亮吗 你要是不敢答 那好 从今后 咱再不提这茬 不过 这情分也就没了 反正 咱也不是拿不出那银子 不过是有些寒心罢了 还有就是 想瞧瞧村里 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人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李长迅速涨红 呼的站起身来叫道 老子怕个鸟 这醉老子受够了 哼 往后谁也别想指使咱 怀子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 苗儿就看我的吧 我李长亮这辈子 算是混到底了 怀子问得好 他还是那个李长亮吗 他自己也时常这么问自己 这么憋屈的过日子 他迟早要疯 柳儿怀了身子 他这日子本是顺心如意 可是柳儿娘不断上门 还指手画脚 让他心里躲得晃 柳儿再生气 也不能不认娘 而他咧 就是俗语说的 温柔香是英雄种 他怜惜柳儿死里逃生 捡回一条命 因此就算再讨厌他娘 也不想让他为难 顶多他来了 他就躲出去 这柳儿娘便一点点的 蹬鼻子上脸来了 最近几天 更是借着他爹的名头 跟李明堂等人聚合起来 为难正假 而他爹李老大 因为孙家是他岳家 也站到了那一边 如今 他被怀子这么一击 想通了一些事 又找回了耍恨的感觉 顿时轻松起来 怀子得了他这话 给了他一拳头 然后转身就走了 他觉得 没必要说那些客气话 李长亮也不爱听那些客气话 从李长亮家出来 怀子又去了赵大嘴家 几乎没费什么口舌 赵大嘴就拍着胸脯 对他说道 怀子你放心 今儿上午我不在家 你要村长再着急大伙问这事 我一准帮秦牧说话 哼 这些人良心就得狗吃了 忘了郑叔那会儿 是咋对大家的 他们没良心 我赵大嘴不能干这事 明儿呀要好好问他们 还有脸皮没脸皮 他媳妇贵枝 正在为儿子吃稀饭 听着这话咕弄道 还不是孙家搞的鬼 怪了 柳儿娘就是个好强 不让人 为啥孙金山这回 又糊涂起来了 赵大嘴板脸道 他从来就是糊涂 啥时候清醒过 要不然 能让柳儿说那嘴 哼 管他咋想的 反正咱不跟他穿一条裤子 怀子呵呵笑道 呵呵 大嘴哥 咱也不能跟你穿一条裤子 那不是 太寒缠了吗 这话逗得贵枝 扑出一声笑了起来 张怀又跟赵大嘴 说笑了几句 所以告辞出去 去了下一家 清目出来晚 首先去了刘三顺家 同样 刘三顺也爽快地拍胸脯 对清目保证 明儿一准去给他撑腰 清目上午我跟我二哥都不在 我爹跟我大哥去了 我爹倒是帮郑住做了话 可我大哥却没吱声 回来我爹呀 大骂了他一顿 你还要找谁尽管去 我去找大哥二哥 连我大舅子小舅子家 也一块儿把你串好了 明儿呀 咱小辈一起出面去帮你 清目诚恳地谢道 三顺 那咱也不跟你说啥矫情的话了 回头请你喝酒 刘三顺呵呵笑道 呵呵 说啥感谢的话了 那不是见外吗 说起来来兽 还是咱小妹的小叔子里 不帮他帮谁 所以我爹呀 气得踹了我大哥一脚 清目微笑道 大顺哥也不是有意的 他就是那样的人 习惯了啥事都不出头 是的 这事闹成这样 并非郑家被全村人背弃 而是大多数乡村人 遇事都不爱出头 习惯了随大流 那没良心的人 毕竟是少数 所以他便和怀子菊花商量 挨个儿地找那些 时辰敦厚的人家 直接上门摊开来讲 以镇家的人员 肯定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然后这事就好办了 再加上怀子菊花 去周菊人那儿悄悄编骨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声小说 丑女如菊 作者 乡村原野 两下实力 来寿念书的事 就八九不离十了 亲爱的